大家好,今天来到了洛杉矶La Ponte这个城市 这个就是被华人区包围的一个城市 咱们来看一个小连排的一个社区 这个社区从两房到三房的都有 从大概接近1300尺到接近1700尺不等 这些户型就是一楼是车库,二楼是客厅 三楼是两间卧室,如果是三房的话 就是二楼再多一间卧室 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这个社区它的学区非常的一般 但是它的好处就是到哪里都方便 这个社区里面有56栋房子 从53万多一直到67万左右 大概1.2%的地税 它方便在哪里呢 它旁边有三个公园 去Costco大概就五分钟 离它十分钟还有一个大型的商业广场 去咱们华人经常去的99大华超市 也是十分钟 各种餐馆五分钟就可以到达 刚才咱们看的是这个房子的客厅 现在咱们上到三楼 这个地方就是它的一个主卧 带独立的卫生间的 那么次卧也是有一个独立卫生间 所以它是每个房子都有自己的卫生间 像这些房子就适合出租或者是过渡一下 但是如果是不需要学区 在这边上班的话也是很方便的 社区里面呢 有开放式的草坪 有烧烤区 有公共的壁炉 还有遮阳亭 像这种老城市呢 一般地都比较少 所以呢都是这种小社区 所以呢这个社区它的优势总结起来就是 房价低持有成本低 然后到哪里都方便 并且呢是新房 社区里面呢也有基本的配置 如果你的需求正好在这里呢 那么它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更多的信息呢 可以看我的朋友圈或者单独来问我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 咱们下次接着聊